再來看到是收視戶的權益 有線電視五十二頻道 從這個月十二號開始 就呈現了空評的狀態 究竟誰最有機會入主呢 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今天證實還沒有收到地方政府的回函 因此審查也沒有時間表 但為了保障這個消費者的權益 如果收視戶因此退訂 也不能收取違約金 拜了五二臺 中天新聞臺 拜了五二頻道後 誰將會接手進駐 從這個月十二號開始 就維持空評到現在 經過了半個月 主管機關NCC證實 還沒有收到地方政府的回覆 替補頻道的申請到現在 連第一關都還沒有通過 目前全台一共六十四家系統業者中 四十二家仍舊維持五十二臺空評 沒有提出新的替補案 另外提出替補頻道的二十二家也還在等NCC決定最終結果 但是這段期間打開電視少了一臺收視費並沒有因此減少 NCC強調不會影響收視戶權益 但何時才能看到五十二頻道重現螢光目前恐怕還要再經過重重考驗 華視新聞連線張書明 臺北報導 按照 。